你 都退下吧 是 醒了 你可知道你睡了多久 整整十日 多半个时辰 我睡了十日 不错 退下吧 你小子将我宫中的美酒都喝完了 还好有我在你身边 替你喂了我大紫明宫 独有的解酒药 要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 我睡着这十日 我九师兄怎么样了 他 撞了三回柱子 割了两回腕子 好像还投虎两次 听说 最近开始绝食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父亲有什么不好 他是义军称霸四海八荒 怎么就入不了你师兄的眼呢 那当然 任人为父又不是等闲儿戏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我九师兄 急什么 你听我说完 拜卿仪式定在下月初三 不管你九师兄答不答应 喜帖都发出去了 拜卿 也就是说 仪式之前 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你都见不到吗 我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不行 二弟 四爷 公开 荒唐 父亲的人你也敢碰 有何不敢 即便有一天 你死在了那里 我都不会管你 但这个人 不行 左右不过是个小仙石 又玩罢了 你们想要求莫渊 一个领域就够了 这个留给我 要不是夫君可怜你们母子 早就把你这个废物 赶出宫去了 如今倒好啊 还在这里鬼混 鬼混 我看她分明就是 莫渊藏在昆仑须的女弟子 假扮的男人 大哥你也不必如此呵斥 我越是忠于鬼混 你越是高兴 不是吗 好 好 你去逍遥 等我们与天族撕破了脸 我看你怎么办 美人 你是女的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识破你 女扮男装的先法了 也看你 你不怎么办 你都要不得了 我才能够得了 我只能够得了 你都要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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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得了 昆仑旭的人都没识破 好啊 这就交代了 你真是女人 这么简单就被我 唬出你的实话了 为什么要扮成男人 在这儿大自民宫啊 你是怕我父君霸占了你 收你入宫吧 不用担心 我父君是谢你们 把莫冤引来 不过你师兄倒是倔强 他可没你这么宽心 一醉就是时日 听说最近好像有了 自我了断的念头 您说的可是真的 如今喜帖都发出去了 就是为了羞辱你们昆仑虚 若莫冤来 能救出你们还好说 若连莫冤都救不了你们 恐怕你和你师兄 就会被抽筋剥皮 示威天作 这天上地下 没人能打败我师父 这么有信心啊 我师父可是战神 好好好 你师父最厉害 不过我说啊 最好还是别开战得好 毕竟两族交战 生灵涂炭 这样吧 你先静候几日 我已做好安排 下月初三送你出宫 如何 你帮我逃走 你不信我 你为何要帮我 自见你就很投缘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 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好 不管日后天族异族如何 你我既然有缘 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坐下 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 在纸上写清楚 我今晚送过去 让他放宽心 对了 有件事想问你 我那个妹妹胭脂 她看上你了 不如将她与你一起送出去 你替我好生照顾她后半生 如何 使不得 使不得 我 我也是一个女人 不要拿我说笑 那你自己说 怎么跟她解释你也是你的 不客气啊 不客气啊 好吧 你既然是女人 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 写吧 师父 师父 你快点来救我们吧 不行不行 你不能来 你来了 我这么能一举的气 你在一举的 你才一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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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喝多了 阿盈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 你想不想听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你究竟想不想听 看来 你是真把我当朋友了 你说吧 阿盈 我喜欢你 我 你又脱我衣服 你既已默许 为何又要如此扭捏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你喜欢我啊 喝多了撒酒疯 去 去 欺人太甚 竟敢帮我昆仑须弟子 还广发喜铁 侮辱我师尊 不错 意见是待太过欺人了 二师兄 如今师父闭关 大师兄又带人去凡间寻人 整个昆仑须就您能做主 只要您一句话 师兄弟们一起杀入一劫 将九师弟与小师妻一起救回来 对 对 不能如此草率 来 师父 都起来吧 是 师父 九师弟根时期 被拿义军擎仓绑走 那义军竟然还广发喜铁 强迫受九师弟为义子 以此来嗅辱我昆仑须 是 有事方才听到了 我等方才商议 要去大泽民宫 将人抢回来 我一人即可 毕竟异族 尚未向天族公园宣战 不宜如此劳实动众 送送召回蝶峰 带不归来立刻封山 不得再有任何人冲入昆仑 是 你 我怎么会在你这里睡啊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三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 说喜欢我 你说什么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是把你当朋友 我们意图是不能跟天族人 在一起的 对 你不是故意的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分明是我占了你便宜的身体 你昨天差点把我衣服拔了 你血口喷人 你都两次差点把我衣服拔了 还是我血口喷人 我 真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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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